开门 石仙你不是出差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门外是谁啊 打搅老子兴致 西门瑞 你们竟然背后搞这种事情 石仙你别不识台具 分手吧 西门大官人们给我的 你给不了 识句点大郎 慢慢没给你喂药 就已经同情你了 目标锁定 检测到绿毛龟一只 宿主获得恋爱系统 宿主为异性消费 将获得十倍返现 好感度达到上限 将失去此功能 这难道是老天的眷顾 姚曼曼 有你后悔的时候 莉莉 今天发工资 加完班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可是家里还有只猫等我喂呢 才十点好感度 这么多年同事一直把我当小透明 那好吧 我本打算想去大月城逛逛 既然你有事情 多大个事 室友的猫 让他自己去照顾吧 我去 又提升五点好感度 在他身上消费空间不大了 不能废话了 一会我闺蜜也来 那就一起逛逛吧 一个出了名的抠门 一个花钱大手大叫 管他呢 周瑜打黄盖 乱打乱挨 突如其来的系统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来验验货 莉莉 我去给你俩买瓶水 好的 老板 两瓶水 花费六元 系统反线六十元 已到账 这就放心了 来吧 尽情掏空 我腰包吧 实际想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没什么 你闺蜜什么时候过来 他说在路上了 行 那就不等他了 咱们先过去 我打个车 花费四十元 系统反线四百元 已到账 去大月城消费可不低 我那些田狗们 哪有一个能顶得住的 但是如果光看不买 有什么好逛的 下车我先测测他 哎 男人的自卑心啊 终于开始刷钱了 莉莉以前把别人当提款机 但今天他却成了我的印刷厂 当大哥的日子指日可待啊 十七 我梅笔用完了 咱们进去看看梅笔好吗 走吧 我家里快用完的就是这款 那就再买一支吧 我送给你 不了吧 这家店消费好高的 一支梅笔能有多少钱 先生你好 我是店里的经理 这是我们推出的新款 售价一千四百九十九元 不知道先生最近 努力工作了没有 这也太便宜了 根本不符合莉莉气质 那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款吧 不过只许看不能乱摸哦 不用劳烦你呢 那个谁 你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消费不起还装算 这样的客户我可见多了 小刘 快来接待一下大客户 人家点名叫你呢 先生 你身后的这款价值 三千零九十九元 不知您和夫人是否喜欢 莉莉 这款你喜欢吗 还行吧 那就不挑了 就这个吧 花费三千零九十九元 系统反线三万零九百九十元 已到账 莉莉 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哎呦 这位公子 我们店里还有其他款的 不再看看吗 我闭嘴 让小刘给你们介绍吧 你看 这才叫专业 不用介绍了 把最新款的 都直接打包装起来吧 哪里 先生你确定吗 时期要不算了吧 这款我能用好久呢 怎么能算了 不全买下来 怎么能闪瞎他的狗眼 花费两万八千六百四十八元 系统反线二十八万六千四百八十元 已到账 你们家东西太便宜了 才从牙缝抠出这么点 就买这么多 时期 你给我买这么多 不怕你女朋友生气吗 我靠 今天刚被绿这事说出去 我这老脸还往哪哥 哪有什么女朋友啊 早就分手了 对了你闺蜜到哪里了 我打电话问问他 小爱你到哪里了 这么快呀 嗯嗯 时期 他说他到门口了 那咱俩去找个吃饭的地方 让他直接过来吧 时期 这家店消费太高了 我们走吧 屁股都还没午热呢 你们随便点 莉莉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啊 真让人羡慕 普通同事 不用太在意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过不了几天时期 就能看清他的本质 到那时候 我就可以上位了 哎呀 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我都懂 我都懂 你懂个吉尔 不过给他消费了三万多 好感度就三十五了 感觉在他身上没啥赚钱空间了 不管这些了 赶紧带他去高消费地方 服务员 结账 发费九千六百五十八元 系统返现九万六千五百八十元 已到账 看来这莉莉又找了个好田狗 又到账十万 看来不能让他俩就这么回去了 现在才九点 不如我们去酒吧再玩玩吧 我就知道时期没安什么好心 不过这次就叫上小爱一人 但我们两个人的防御力明显还不够啊 时期 明天我还要加班 就不了吧 这好感度怎么还下降了五点 看来莉莉对我还是有防备 这样吧 你再叫几个闺蜜 咱们一起去玩玩 那好吧 你想去哪 我发给我朋友们 让他们直接过去 莉莉 你男朋友好帅啊 对啊莉莉 和男朋友过来这种高档地方 还叫上我们 这次怎么不藏着了 时期 这位是星星 这位是安吉拉 很高兴认识二位姐姐 五位是要卡座还是散台 卡座吧 离五迟近一些 先上一套大神龙 带黑金的 不够在上 刷卡 花费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系统反线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元 已到账 卧槽刚想要张嘴帮他省省钱 幸亏收住了 今天是不是多开几套神龙 明天就可以全款买别墅了 这个男人随手一挥就是大神龙 这样的人傻钱多的凯子可不多见了 莉莉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我看你上周还是单身啊 你们可能误会了 我们只是同事而已 加完班一起出来放松一下 你个十七嘴怎么这么快 我还没宣示主权就被打断了 气死老娘了 莉莉 碰到这样的男人 可要珍惜啊 找时间给他发一张好人卡 莉莉可是公司最漂亮的女生了 不然这次怎么叫他出来玩 算你识趣 十七今天可是给我买了好多东西呢 你们几个今天怎么不带上男朋友过来 啦啦 今天你也在这了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陈飞宇 那来一起坐坐吧 服务员 再上一套小神龙 相逢不如赶巧 在这么多妹子面前装十三 不返现也值得了 我只是路过就摊上这样的少爷 看来要好好巴结一下 十七个威武 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飞宇哥 你和安吉拉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上司 公司里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那啦啦没被你怎样吧 十七哥真是说笑了 我们就是朋友关系 绝对不是十七哥你想的那样 那我们一起玩筛子吧 谁输了谁就喝一杯 卧槽 输的一直是我 看来要找个帮手了 我先去个洗手间 对了飞宇哥 刚才要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 上次不计小人过 有什么事情 我那台卡座 他们太会玩筛子了 害得我一直输 你这有没有谁玩的厉害呢 给我安排一位 能替我赢 我就再点一套大神龙 好嘞 这就给你安排 来 我们继续玩 哥 这是我们的销售组组长 我去 这长相 这气质 来九八工作 真是可惜了 十七哥 我叫金鹿 叫我鹿鹿就行 那就帮我玩玩吧 你先别走 再上一套大神龙 加费88888元 系统返线888880元 已到账 十七今天怎么了 怕不是家里拆迁了吧 倒子 我赢了 你们喝 四五六 二十五点大 你们喝 果然没让我丢脸 那我再点几套神龙 都算到你业绩上 花费88888元 系统返线888880元 已到账 去 给他涨了这么多业绩 好感度愣是没涨 还真是不是钱就能搞定的 十七 我有点累了 可是要是忘在公司了 今晚回不去家了 怎么这好像话里有话 这时候送丽丽回去 那我还怎么继续探这个金经理的底 这样吧 你去找个好一点的酒店 一会我给你转钱 花费4800元 系统返线48000元 已到账 十七哥 这是我们酒吧送您的贵宾卡 以后随时来玩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也累了 想留下来的就继续喝 别浪费 十七哥 我请你吃个夜宵消消食吧 给他刷了这么多酒 能如此坐怀不乱 反而请我吃夜宵 倒是勾起我的好奇心了 现在也刷了260多万 看看他这次想搞什么幺蛾子 十七哥 来1408找我 这和莉莉同事这么久没看出来她是这样的人 不过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 这个金经理会不会像他一样 晚安 我都洗好了 你就跟老娘说晚安这两个字 你 十七 我先出去把车开出来 你会咱俩去吃夜宵 不是 你就开这个车来接我啊 喝酒不开车 我看街上没什么出租车 就找来这个大爷 那行吧 咱们去哪 去那个新开的小摊吧 听说味道不错 老板 来一份蒜蓉生蚝 韭菜炒羊羊 再来一份枸杞炖甲鱼 好家伙 这是给我补到流鼻血啊 那你今天为什么请我吃饭 当然是想认识一个有钱人啊 能去你们酒吧消费的 哪个不是有钱的 当然是你最大气了 你是不是经常请别人来这吃夜宵啊 你是不是觉得在酒吧陪客户喝酒 就是那种很随便很拜金的女人 没有没有 我就是好奇 既然你好奇 我家就在附近 现在你跟我回去 我慢慢说给你听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怎么这好感度还是没变 这段位实在是高 好大的别墅啊 这是我租的房子 随便坐 好气派啊 你有必要一个人租这么大的房子 这间房 阁楼有天窗 地下室房潮 三千块地板 四个卫生间 杂物间一对 一百瓶草坪 专人护理 五十瓶菜园 衣衫放水 绝对楼王 你 你要买房吗 我去 你在这被试 该不会是套路吧 怎么 这好感度瞬间飙到八十了 你买下这个 我就嫁给你 这么干脆利落 为什么是我 咱俩才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就来我家 其实我看你比较老实 没什么城府 这就把我识透了 实话实说吧 这里原来是我家 无奈家到中落 这是父亲进去之前留给我的 但是外债太多 我就卖了出去 现在我又租了回来 打算等爸爸回来了 还住在这里 多少钱能赎回来 算上我攒的三百万 还差两千万 你买下来 我就嫁给你 检测到宿主 遇到真爱 如宿主与金鹿结伴一生 将立即获得三千万恋爱基金 系统自动结绑 这才刚得到系统 现在结绑 我以后还怎么继续更新发作品 拒绝 你考虑怎么样了 房子我可以搞定 但是咱们之间的关系 先慢慢相处吧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 明天我给你提个车 回来送你 买车也是一笔支出 不如留着买房吧 不给你买车 哪有钱买房 明天我来接你 咱们去看车 小姐 这款车只要三十万出头 就可以落地了 你是对价格不满意吗 价格方面 不是嫌贵 买这个车 我还要请十个司机 那先生的意思 就那边那辆吧 先给我女朋友凑合着开 这辆车三百万 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 直接刷卡吧 好一个人傻钱多 这样客户我可要把握住 十七你急什么 你就这样交钱 现在还不一定有限车呢 那要怎么样 我来跟他谈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茶叶 看二位有缘 我就舍小人当君子了 有没有冰红茶 老板 你要什么口味的 我这就让人去准备 街对面有间网吧 以前我总去 你叫人去那里买吧 按老板的意思去做 对了老板 你今天就要踢车吗 有限车的话 今天就提 没有的话 我们就再逛逛 有的有的 花费280万元 系统返线2800万元 已到账 还真有你的鹿鹿 拿了这么多优惠 十七我已经约好房东了 咱们现在就过去吧 十七我还是担心买房过程出现什么问题 就请了这个律师 正好他也是我朋友 能替金鹿小姐办事实属荣幸 当然要马不停蹄赶来了 这律师这么献殷勤 看来没把我放在眼里 别废话了 既然房东等着了 咱们进去吧 庞夫人 之前不是谈好了2300万 怎么今天就3000万了 今时不同往日 你跟我聊的时候 都是两个月以前了 你等我一下 我们去那边再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 你不买我就要卖给别人了 贵点怎么了 我不差这点钱 不是钱的是 他割定我们这个韭菜 我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你爸爸就要出来了 你不担心他卖给别人 我去再和他们谈谈 看来王律师是被高看了 我也不给你期望太多 如果你能把房子的事情搞定 我就做个进水楼台 少于3000万的部分 都是你的劳务费 你看怎么样 卧槽 我如果能谈到他们预期的价格 那我岂不是能赚700万 还真是财大气粗 先生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不过几百万的劳务费 足以让你鬼远点了是吗 谈好了以后 不许再接近陆路了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我明白 我已经让王律师去谈价格了 也不知道进展如何 我问问他 他怎么把我删了 可能 可能做事实处于严谨 不希望被人打扰吧 不用担心了 你是不是对他说了什么 不过我也比较好奇 他应该对你有意思吧 不要担心了 要不然我也不想和他有联系 删了更好 一会我要去我领导家 你要跟着一起去吗 就不了吧 不能空着手去领导家 这个你拿着 石器你来都来了 还带什么东西啊 刚交了个女朋友 这是他给买的 不会是公司里的亲学历吧 我前几天还看见你们一起出去了 人家石器不想说你还非要问 正好刚做完饭 一起来吃点吧 涛哥 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行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前阵子认识了个客户 他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他那工作 那你准备跳槽了是吗 是的 不过我打算让你跟我一起去 看看你的意见 涛哥平时对我这么好 这次还要带我一起走 感谢还来不及呢 那行吧 明天你去公司办理一下离职 咱们周三就过去 时间赶得还挺紧的 不过那家公司靠谱吗 我都跟他们合作这么久了 不靠谱 我怎么能答应他们带你入职 既然靠谱 那我想入个股 石器你可别开玩笑了 你兜里有几块钱 我还不清楚 人家生意可是做得很大的 没开玩笑 这不是刚谈了个女朋友 她愿意拿笔钱支持我创业 原来这石器谈的女朋友 不是秦雪莉 能替石器拿这么多钱 该该不会是刚过完大寿吧 我准备拿三千万入股 这个就劳烦你搭个桥了 你这小子出息了 那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老板说一下 旁夫人 两千二百万还不卖吗 按照原来约定的 两千三百万 到时候你们这房子成了法拍房 一千五百万都不值了 最后一口价 两千万 你可要想好 好好好 就两千万了 这就对了 你等着 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石器哥 这边答应两千万成交 你可以过来了 你这婆娘 害得咱们少赚三百万 你可闭嘴巴老头子 他们万一不买 那咱可就亏大了 石器哥 他们同意两千万 以防万一 一会咱们再去公正一下 别说了 叫你帮忙 让他们亏了三百万不说 我也少赚了一个亿 他们怎么这么容易答应卖房的 我调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 旁夫人吃上了官司 急需赔偿款呢 不然等他的别墅 被法拍连一千五百万都拿不到 这都要感谢咱们呢 鹿鹿 这房子现在是你的了 房本上就写你一个人名字 花费两千万 系统返现两个亿 已到账 鹿鹿 公司有些事 我先回去了 王律师 这一千万你也拿到手了 现在鹿鹿在我身边 这个你放心 消失吧 石器 昨天给你发消息 怎么不回啊 这几天都在忙啥了 这鹿鹿怎么突然关心起来石器了 咱也不知道 一顿饭就让鹿鹿改变对石器的态度 石器 你怎么不理我了 涛哥离职了 你迟到这么久去找丁主管谈谈吧 他现在今生咱们部门经理了 不了 今天我是办离职的 那今晚我请你吃个饭吧 放松一下心情 我挺开心的 吃饭就免了吧 你果然被那个女人迷住了 石器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信息量好大啊 这才过个双修 石器就成了抢手货了 石器你知不知道迟到了 不知道几点上班吗 全勤奖不想拿了是吗 信不信我现在叫人让你滚蛋 开除也轮不到你 你算老紧 才当上几分钟的官威就这么大了 让开吧 别挡我去办离职的路 好你个石器 你们看什么看 都给我麻利工作 今年如果我换不上路虎 有你们好看 石器这是陈总 跟你提到过的老客户 石器你好 听说你要入 我们坐下来聊 女朋友呢给我资助了一笔钱 支持我创业 听涛哥说你刚成立公司 女朋友给的 年纪轻轻就放弃努力了 当年我要是能吃上一口软饭 不至于到现在还要到处拉投资 那石器想投资多少呢 三千万吧 不知道陈总有没有兴趣 那可以给你24%的股份 但是后续公司需要流动资金的话 还是希望你能出手来解决一下 不就是要钱吗 这世界又不缺女人 有什么难的 追加投资没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直接开口 石器果然大气爽快 那你想要什么职位随便说 这个你来安排吧 那你以后就负责公司的公关 和部分运输业务 副总级别 明天就来公司签署一下入职合同 想不到现在就要改口叫哲总了 那就恭喜哲总胜任了 陈总刚才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呢 涛哥说的对 这都要感谢涛哥的引荐 以后还要继续向涛哥学习 果然没看错 这小子差点就成了小透明了 对对对 在座都已经是兄弟了 逃贵以后遇到什么难处 直接说 陈总你还满意吗 话说哪里去了 走 我们去下一个场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公司新来的副总 这是涵哥 这家酒店的老板 这个是老江 江北银行副行长 真是年轻有为 大家都坐吧 来我的地盘 那我就进地主之意 都进来吧 这是规矩 你要适应 有钱人玩的都这么花吗 还好今天没带鹿鹿出来 韩老板多少有点不够意思了 瞧我这脑子 去 再安排两个人进来 刘总怎么样 还满意吧 都下去吧 唱也唱累了 十七 会玩扑克吗 港片不是白看的 规则我都懂 缩哈嘛 十七不说话 那就是会打了 走吧 来玩两局 韩老板 你这店里拿磨身体素质不行啊 真是中看不中用 人家就是个陪酒的 你也不怜香西域一下 别叽叽歪歪了 就等你了 十七 你替我玩吧 输了算我的 不要有压力 我还差你这点小钱 回去再给鹿鹿买套房子 就什么都有了 那就发牌吧 我家三千 我跟 我也跟 那我也跟吧 这么小的牌跟谁打 我弃牌 哈哈 刘总今天牌局不顺了 那我再加两万 就陪韩总一局 我也加两万 要赢在气势上 我全缩了 十七拿到好牌了 那我弃牌 一上来就开大 我也弃牌 韩总牌面这么大 也弃牌 刚开始玩 求稳嘛 说不定十七那边牌面更大 哈哈 看来港片还真没白看 还真就忽悠住他们了 这局底牌不错 我叫一万 我跟 我跟 我也跟 加三万 不跟了 陈总你在学十七吗 我不跟了 我跟 再大你五万 这十七把把运气都这么好吗 我跟 八牌 再加十万 我这牌赢面很大 这十七还要老套路吗 我跟 发牌吧 哈哈 开牌吧 哈哈 我一对二 你赢了 十七 做生意和打牌是一样的 只要有野心 赌赢了就什么都有了 受教了 想不到打个牌 还能跟陈总学到东西 这局手气不错 一个黑桃A 一个红心A 我跟两万 我不跟 今天没我什么戏份 我就不抢镜头了 我弃牌 我有两张方块 牌面有这三张牌 可以买顺买铜花 没理由不跟 我也跟 再加五万 我不信 你刚能从陈总 那能学到什么 我跟 到底 发牌吧 说的有道理 陈总教我要 有野心 我缩了 小子还是弄了点 我这牌面 百分之七十胜算 我也缩了 我是铜花 刘总果然厉害 哈哈 我输光了 今天不陪大家了 涛哥要不要 一块回去 小剑 送一下他们 什么牌 就敢这么玩 我去 一对A 这十七稳中带狠 狠而不贪 从牌局看生意 很有把控能力 将来这小子 必成大器 这小子输光了 还面不改色 不像是被富婆包养了 难道真有些实力 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你秘书了 你不是陈总的人吗 是陈总吩咐的 估计是牌局上 你看我的眼神不对吧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我回去和陈总说一下 这怕不是陈总 给我身边安排的眼线吧 算了 才三十点好感度 这是送上门的刷钱机器啊 不用换了 就你了 那以后工作上 有什么事情 直接安排我来做 就可以了 保证不能亏待你的 手机拿出来 消费五万元 系统反线五十万元 已到账 十七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也没把你当做那种人 这是老板给你的红包 人人有份 没什么事 我就回家了 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说你今晚回家 我特意熬了醒酒汤 等你回来 忙了一天 还真是累呢 十七 你该锻炼了 明天我带你去健身吧 你担心我不行吗 你身体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 为了赚钱 我做了三份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健身教练 好家伙 怪不得买房时能拿得出三百万 那另一份工作呢 跟朋友开了家咖啡店 找时间我带你去逛逛 王律师 走了吗 还没呢 今晚就回去了 看来王律师很有思想觉悟啊 先别回去了 过来帮我看个合同 这是刘总 不用我介绍了 这是我律师 小音小罗 十七 想拿多少薪酬 我是来投资的 但是陈总硬是给职位的话 那就你来安排吧 咱们公司刚起步 就给十七两万五的工资吧 实在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学长 小音小罗 你们也在这 真是好巧 既然都认识 那就好说了 你们对一下合同 没问题 我就签字了 十七哥 这份合同没问题 恭喜十七 正式成为公司创始人 来我们大家欢迎咱们副总 十七 他以后就是宁艺术了 以后有什么问题 直接让沁沁去做 大家都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到我这里 不多说 列队 领钱 花费一千元 系统返现一万元 已到账 花费一千元 系统返现一万元 已到账 花费一千元 系统返现一万元 已到账 十七 公司给你配一辆车 额度三十万 陈总和刘总 他们配的什么车 陈总的是奔驰S 刘总是一辆保时捷卡验 怎么他们给配的额度这么高 他们是开的自己车 没用公司给的额度 要不我吩咐他们给你安排一个桑塔纳 这个以后再说吧 对了 拉我进员工群 老板大气 老板我爱你 哈哈 大家都在公卫是吧 老板今天请假了 不舒服 谢谢老板的红包 这个姚曼曼 把他资料拿来 十七 这个姚曼曼确实有些姿色 不过人品吗 我不好评价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姚曼曼 我好像认识 这么巧吗 十七 你认识他吗 老朋友了 你知道他现在有男朋友吗 你是说常睿吗 他父亲长大山是做木材生意的 也是咱们的客户 先不说这个了 你去望月楼定桌吧 咱们今晚团见 公关组的姐妹们 今天咱们团见 一会都跟着我走 十七 刚来就这么兴师动众吗 这不是促进员工有意吗 改天我再请你和刘总 那开我的车吧 也没几个人 我们做一辆商务就可以了 十七好绅士啊 我喜欢 那肯定的 年纪轻轻就能当上老总 身上肯定有过人之处 以后可要和十七好好干 望月楼可是他们大客户谈生意的地方 十七队咱们也太好了 去望月岛都做这个吗 我可不会游泳 落了水 你可要救我啊 瑶瑶 你不是跳水队的吗 怎么见了十七就不会游泳了 你真讨厌 今天漫漫请假了 可惜了 没有这份口福 十七 你要不要听八卦啊 我们可知道不少漫漫的事情 什么八卦 说来听听 这个漫漫可不简单了 交了个学长男朋友 还和咱们公司大客户 常瑞搞在一起了 那可不 真是替那个学长婉西 活活当了三年的提款机 我可跟你们说 十七和漫漫是熟人 小心哪天 漫漫找你们麻烦 没事没事 不是很熟 跟我再一块 没什么不能说的 十七真是宽宏大量 和其他两位老总都不太一样 对了 明天你陪我去提车吧 总用公司的车 挺不方便的 你要提什么车 我来安排吧 劳斯莱斯 明天我就用 没有那么快就能提车的 我不管了 给你一个亿的预算 我只看结果 十七 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韩总说哪里了 就是请几个属下吃个饭 年轻就是好了 你一个人能受得了吗 韩总你说话 有点尖世的味道啊 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哪有的事 以后我的地盘 你放心大胆来 对了 后天有个酒会 十七有没有兴趣 过来看看 这么好的场面 当然有机会 肯定不能错过了 那你们先吃着 我还有事 就不亲自照顾你们了 十七果然气派 真是理想中的男友啊 花费14564元 系统反线 145640元 已到账 吃的差不多了 咱们去唱歌吧 来评轩诗尼 十七 这九六万块啊 不是六千 管他呢 就是给你们点的 我来买单 一个能拿一个亿 来买劳斯莱斯的 肯定不在乎这点钱 看来新来的副总有点东西 是我多嘴了 不打紧 出来玩 大家吃好喝好 不好意思 打搅一下 这是韩老板送来的酒 祝各位今晚玩得开心 倩倩 大家都在喝 不来两杯吗 不了吧 平时出来都要替老板开车 现在到我这 规矩都改掉 出来玩的 不要一直保持工作状态 十七 咱俩合唱一首吧 我不想笑多挑戦 但是你要听我的话 不能干定你不要的呀 叫你干扫你就干扫就干扫 只要你每一家座 十七 觉得人家唱得怎么样啊 不错不错 我有点难受 十七你扶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瑶瑶 平时酒量挺好的 我来扶你去吧 哎呀你弄疼我了 倩倩小心点 这十七 瑶瑶都这么卖力了你 就这么拒绝了 今天大家喝的都不少 时间不早了 都回家吧 服务员买单 花费十三万两千元 系统反线一百三十二万元 已到账 十七 你能送我回去吗 这么晚了 万一碰上坏人 可怎么办啊 你不适合如雪 一个小区的吗 要不如雪和瑶瑶 一起回去呗 十七今天也喝了不少 怎么不替十七 考虑一下呢 怎么哪都有你 算了 我自己回去吧 十七 你现在是不是生气了 觉得不应该带我过来 看他们这么争风吃醋 热闹都还没看够 其实钟小瑶之前 和陈总有一段关系 我还在陈总办公桌上 看到瑶瑶的体检报告呢 陈总玩的也 要是身上带点什么 我也不好说了 怪不得你三番两次阻拦 要是摊上这样的种 今晚发生什么了 可真不好说 你喝了这么多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呀 不用了 人家几个女孩都回去了 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你身上怎么有香水味 还是大吉岭 在KTV这钟小瑶 没少在我身边蹭来蹭去 别想了 一定是陈总的 今天韩总邀请我 去一个红酒联合会 你有兴趣吗 要不要一块去玩了 这种邀请你都能搞到 当然有兴趣了 这金鹿还挺动式的 没让我难堪 小鹿 我这有张红酒的邀请函 可以带两位嘉宾过去 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要不送你了 你之前和我说 你男朋友送你套别墅 你带你男朋友过去 不用了 侯老板 他也收到这张邀请函了 你也去呗 正好多交几个朋友 那好吧 到时候见 谁呀 我在健身房工作时候的老板 私下提起过你 他说他也去酒会 应该想要认识认识你 十七 这是劳斯莱斯店的总经理 十七总你好 这是您那辆的配置单 时间比较紧 但后续可以升级您的私人定制 价格呢 价格1100万 落地1300万 这是购车合同和其他手续 那就先这样吧 刷卡 十七果然爽快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这是从帝都请来的人 昨晚从KTV之后紧急订了个凌晨的机票 和那边的老板商量好后 今天请他们过来的 好家伙 明眼人不做亏钱的买卖 既然给自己消费不返现 赶紧让我助理让我缓一口 不错不错 一天就搞定了 这是150万 看你做事效率这么快 算是报销的机票和住宿 剩下的都是奖励你的 另外这车你来开吧 做我司机 花费150万元 系统返现1500万元 已到账 现在车就在楼下 那就试驾一下 去兜个风 那可要说好 弄坏了我可不赔 慢慢 你可算来了 后天就转正了吧 嗯 是该转正了 你这一请假可耽误了大好事啊 咱们部门换领导了 刚来就请我们吃大餐 真是帅气多精 慢慢 你看到公司楼下的劳斯莱斯了吗 那是新来副总的车 昨晚连夜从帝都运来的 我听说这个副总一上来 就入股了3000万 这辆车就1000多万 这么有钱吗 那他现在还在办公室吗 那你去找找他吧 经理你在吗 我是昨天请假的姚曼曼 他应该去办业务去了 这样 你等他回来通知我一下 我有事找他 在家里有璐璐 在外面一堆女同事 自带系统就是这么无敌 十七你带我来大跃城干嘛 还能干嘛 进去以后随便选 我买单 我不是物质的人 公司还有些事 我要回去了 别别别 我没这个意思 就是看你辛苦 加上我刚上任 纯粹是为了促进员工有益 之后你才能好好在我身边工作了 那好吧 十七如果真想意思一下 买只口红就可以了 花费588元 系统返现5880元 已到账 我才想起来 这不是上次带女朋友消费三万多的公子吗 恕我多嘴 今天又换女朋友了吗 这次你倒是学聪明了 这是我秘书 秘书 看着姿色不错 这公子三天两头网着来 怕不是有个三公六院吧 有钱人玩的是真的话 不是靠钱砸不动吗 怎么好感度还上涨了 来啊 继续矜持啊 十七 你送我这些东西 我真不能要 你要是想以这种方式追求我 劝你还是审审吧 那这样吧 东西你收着 那个包包给我留着 看见那桌客人煤 给你一分钟 要到她的联系方式 我不去 才不要当你的聊机 这是助纣为虐 你看她金发闭眼的 说不定是咱们公司的潜在客户呢 国际业务又不归你管 你只负责公关和内陆业务 我是公司股东 自然要为全局着想 我负责挖掘客户 你负责执行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别紧张 快去 Excuse me 你好小姐姐 那边有个人想要你联系方式 我劝你不要给 像真信对我笑笑就可以了 我来自俄罗斯 你是他什么人 美女一个人 要不跟我们一块做主 好呀 不胜荣幸 我叫纳卡莎 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来这里谈工作的 不过运输方面 遇上点麻烦 只能这几天 给自己放几天价了 还真是潜在客户 这时期怕不是开挂了吧 还真是巧了 我们公司有货轮 要不要考虑一下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回去我和上司 请示一下 未表示我思诚意 这顿饭我来买单 花费14365元 系统返现143650元 已到账 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今天没什么事 谈了个北俄的客户 你们公司好大气啊 给你配了个大牢 手上有点闲钱 今天刚提的 怎么了陈总 听说你谈了个国际客户 时期果然厉害 具体的 我让倩倩去做了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我看姚曼曼 在你办公室门口等你 我叫她等你回来通知我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明天下午和我去见个客户 是长大山 欠了我们两笔运费 没有结算 咱们去当面交涉一下 好的 明天见面详细聊聊 长大山 长睿的老爸 姚曼曼 你出轨长睿 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时期 明天就是酒会了 去的可都是本事名人 咱们好好准备一下吧 花费23668元 系统返现236680元 已到账 时期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你哪里懂 给女性消费是每日签到任务 一会就要去酒会了 酒会过后还要去陪陈总讨债 你这一天精气神还真够 你别管了 拿上东西送回家 咱俩去酒会看一眼 你怎么也来了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有钱人的联谊会 也不知道你是怎样拿来邀请函的 这不是长睿吗 穿上衣服还差点没认出来 这不是金鹿吗 怎么不好好在酒吧当你的经理 这时期是你包的小白脸吗 老娘早就不在那干了 你真以为那一套大神龙就能风光一晚啊 偷偷摸摸溜进酒会 真把自己当成上流社会人了 鹿鹿 在跟什么人吵架呢 侯老板 我不跟你见识 别硬凑热闹 什么人在这种地方吵闹 韩老板 你是长辈 快来这里做主啊 石七也在这里啊 刚才没人动手吧 常睿 你敢得罪石七 就不怕得罪我吗 还不快给石七道歉 韩老板 你说让我给他道歉 这个叫石七的是什么人 能站在他这边得罪长大山 常睿不是说 他老爸和韩老板是好朋友吗 怎么韩老板今天这么替石七说话 就算你老子来了 也要叫我一声韩大哥 石七 金鹿姐 今天无意冒犯两尊大神 那不还快滚 石七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早就看不上常家这对父子了 算他们拾去 不然今天我也不能放过他们 多谢韩老板和侯老板出面解围 我和这个姓长的确实有点过节 今后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怎样了 石七 那是你前女友吗 这你都看得出来 别平了 下午你还要去见陈总 赶紧回家准备准备吧 石七应该没追过债吧 那就借这个机会讨教一下了 刘总一会去吗 我约了个客户 这次就不去了 听说石七买了辆劳斯莱斯 也没有多少钱 喜欢就买了 那你要是有多余资金 放我们基金会打理吧 每年保守收益十个点 这刘总平时跟我不言不语的 看我开上大牢了 就想巴结我了 这件事放一放 今天不是说要去讨债吗 石七 要不坐你车去吧 让我也体验一下 做千万级大佬感觉 那好啊 叫上倩倩给咱俩开车 这车真不错啊 等公司赚了钱 我也搞一辆 陈总真是说笑了 不出半年 你也能开得上 石七 这个小倩 做你秘书还满意吧 挺满意的 还是陈总 看人看得准 有他在我身边 我省心多了 对了石七 宁拉的北俄客户 我们已经谈好了 虽然运费不多 但也是一笔很大收入 你看看石七能力 刚上任就谈上个大客户 小倩你以后在石七身边 前途无量啊 我知道你们是来要账的 石七你来干什么 该不会是在做陈总司机吧 是不是想借跟着陈总来的机会 给我道歉啊 长公子真是好了伤痛忘了吧 我们今天就只是来找你们要账的 怎么了石七 是跟长家有什么过节吗 抱歉几位 刚刚在开会 今天何事大家光临呢 长老板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你们公司又不吃现金流 就别当最后这根稻草 想要压死我这老骆驼了吧 今年义务扩张 正是趋钱的时候 我们这来了个新股东 我没办法交代了 那股东来了吗 我亲自跟他解释一下吧 这是石七 新入股的股东 你跟他解释吧 但不过你儿子 好像跟石七有什么过节 石七你好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知道逆子对你怎么了 我来替他说吧 也没什么 今天酒会上跋扈得很 还好韩老板出面和解了 老爸 今天他们在酒会这么羞辱我 你这逆子 在本市有几个人 能让老韩出面和解 你还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麻烦 小孩子偶尔犯点小错没什么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来听道歉的 我明白 你们放心 我赶紧让他们加急去做 这石七果然有大男子气概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